3月4日晚SH成员Selina宣布和老公离婚的消息一出 如一季重磅炸弹震惊了整个娱乐圈 那对于两个人分手的原因呢 外界是猜测不断 在沉寂了六天之后 Selina本人3月10日勇敢面对媒体发表离婚声明 上个礼拜五 我跟阿丁在Facebook上 Po了我们的声明稿之后 我知道大家都很震惊 也觉得非常的突然 可是我们这个决定 真的不是一朝一夕突然的决定 其实我们两个为了我们的婚姻 已经努力了很长一段的时间 虽然我们努力之后 我们的结论还是决定要离婚 但是这真的是我们两个很平和 然后也很理性的讨论 才做出这个决定 语速稳定神态平和 只有在时不时掏出小超看的时候 Selina才透露出一丝紧张 对于外界的各种流言揣测 Selina只说事实胜于雄辩 这些都不是事实 我今天在我的身份改变后的第一个工作 我就面对大家 也是想让大家看到我知道我 我没有受成纸片人 然后我的食欲也可能也还是蛮好的 然后我也没有整天以泪洗面 失败的婚姻其实并不代表是我们人生的失败 然后我也一直鼓励她 也鼓励我自己 我们应该不要一直看着以前的我们 我们可以往前看 然后看我们的未来 感恩告别 对于前夫 Selina说放下了 未来会勇敢地走属于自己的路 然而看着双眸失认的她 无处粉丝却是心交如焚 Selina的前路真的好走吗 曾几何时 能歌善舞的Selina 一直被视为SHE当中的全能型选手 然而这个活力十足的身影 却在2010年的内成意外后 成为了永远的记忆 和全上时期相比 Selina的工作结构 已经有了很大的调整 因为我的工作时数还不能够太长 所以我就拉了三天的时间 很像用声音演了一场电影 出席发布会也不能久站 而是坐着和大伙聊天 在复工后的第一年 Selina坦言 由于身体原因 无法担负太多工作 所以工作重心 变成了配音之类的幕后工作 对生了重病的人来说 出国旅行 是他们根本不会考虑的事情 一边坐着不会太累的工作 一边积极地配合康复治疗 在复工第二年的2013年 Selina终于和两个姐妹 重新合体 宣布将举办世界巡回演唱会 这个消息让粉丝们欢欣鼓舞 然而随着一场一场巡演 紧锣密鼓地展开 大家也发现 似乎有什么地方不一样了 和SHE原来喜欢 再歌再舞的形式不同 这一次三个小妮子 不要说舞蹈动作 连走位都不多 事实上 这样的演出 已经是Selina 凭借意志力和身体抗争的结果 其实身体真的非常非常的劳累 我第二天结束进宫宴 到早上我都七点 我都没办法睡觉 连续办两场 卯足了全力的 就下去表演 一整天我都还是非常非常的疲惫 疲惫到就是我属于 就是有点 好像很昏 好像一直在地震 尽管身体状况不佳 但是Selina 依旧挺完了整个巡演 在那之后 SHE再也没有传出巡演的消息 2015年1月 Selina终于发布了 她首张个人专辑 这张超好花之作 集合了林熙 林俊杰 萧黄奇 黄韵玲等九大金学奖制作人 她也曾为了宣传新专辑 作客康熙来了 但无奈大家 只记得小S和黄紫娇的世纪大和解 我最近在旁边也哭了 他们两个都哭了 我也哭了 就是明明其实跟我没有关 体型逐渐变远的Selina 之后也再无戏剧作品 而主持方面 曾主持过 《我猜》 康熙等经典节目的她 如今手中还有一档健康节目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以上的种种 其实或多或少 都与Selina的身体状况有关 对此 这位坚强的姑娘 也一直在抗争战 进入2014年 Selina开始积极参加各种路跑活动 2014年 还在跑10公里城市跑的她 到了2015年 已经在翻倍跑21公里的半程马拉松 我本身好像 好像也有足底筋膜炎 到底什么是足底筋膜炎 每天早上起床 踏在地板上 那地步最痛 那我真的就是 撑着跑完半马的Selina 因为足底筋膜炎发作 休养了一个月 没过多久 她在旧金山再次挑战半马 就在大家为她高兴之时 Selina帮妹妹庆生时 突发过敏的消息传来 她不得不停止所有工作 就是真的 痒起来 因为我其实自己小时候 有异味性皮肤炎 然后就是 也是真的是到处都在痒 每一次遇到困难 Selina都用她的坚强 一步一步向前 前几场战役中 前夫张成中 无一例外都陪在她的身边 如今虽然阿珠离开了 但Selina前进的脚步 不会停止 我知道这个很难 可是我们还是想要 努力看看 面对我们的新的身份 新的人生 我跟阿珠都需要 一点点的时间去适应 我们都会继续地努力 努力让我很快 让我们的生活 可以回到正常的轨道 新游乐在线 组合报道 加油Selina